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机关团体取消在餐厅饭店的春酒宴 加上全国高中职以下学校延到2月25日才开学 因此专门经营团善的业者订单锐减 实际走一趟建国市场 明显感受到生意冷清 人潮不如以往 摊商们表示少了团体订单 营业额掉了四成以上 希望是否想想办法度过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观光连带影响餐厅和团山业者生意 年后春酒取消订单锐减 使得专门批发大量蔬果和鱼货的市场摊商 大汉生意快做不下去 餐厅都休息 我们这边都四五个人在挑豆芽菜 挑云芽 现在都停止了 都停工了 都没有人来订货 所以叫他们休息 这样子差很多 以前过年晚春酒差不多一百万 现在剩下差不多二十万而已 差到八成 没有办法 我们主要的客户都是餐厅 这个疫情 餐厅几乎都是 退桌都超过五成以上 然后业绩也都掉差不多五成以上 原本应该是吸来人往的市场 如今只剩家庭散客 摊商们希望市府出面想想办法降低市场摊位租金 或者是其他方式度过困境 生意更差 以往的餐厅还是团商 尤其在过年后的春酒 许多的餐厅跟团商推了许多的做事 也许到监国市场 就装盘商 所以希望政府 想办法帮这些摊商 度过这一段的困境 自知会表示 原本每年固定举办的元宵活动 今年经费全部挪来买口罩给摊商 相关活动也一并延期举办 疫情冲击经济 何时能复苏 谁都说不准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